你开始了崭新的篇章,尽管你觉得自己尚未准备好,但是在这个新世界中,没必要担心这一点,新世界就是新世界,没有人能够为从未遇到了的一切做准备,唯一准备好的方式。 如果有这么个说法的话,那就是为之超然冷静,对发生的任何事实开放态度,没有人比你更准备好了,你天生就是准备好的状态,就让这个充满了不确定可谓知潜力,比顺成为属于你的时刻。 现在,信任你的自我非常重要,你足够相信自我吗?如果不是,专注于此,注意那些你感到不够自信的地方,并决定记住你是所有灵魂中最勇敢的那一个,放开过去,拥抱当下。 本周三,满月发生在你的星座,这是一个超超超大的满月,这次满月充满了不寻常的能量,而你可能不会发现它正在逐步向你走来。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情况,但是,无论是否喜欢,提前知道自己要大吃一丁确实很有帮助。 作为精心守护的人,暗示你要付出一生的工作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任何事物能强于的任何破坏性力量面前,仍然能够保持爱的能力的灵魂。 这一周,你会来到人生中重要的十字路口,别人可能会扰乱你的心神,认为自己迷失了方向,或者你可以掌控爱的力量,完全意识到爱有着让所有事情回到这鬼的强大能力。 本周,只关重要的是,做一切事情的时候,都要带有极大的正念,因为某比你自身更加宏大的条件已经铺排就绪,而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填充进这个新的现实中。 本周初,你对这一切毫无知觉,在这周三的满热照亮一切之后,形势就会凝朗起来,而此次的满热伴随着天王星,一道闪电披下,天王星会揭露出以前没有写露的东西,一定要让思想和行为寻前到正途。 这样一来,无论发生什么,你都不会脱离正轨,生发自恐惧的意图影响,想做出不正当甚至更坏的行为,会让你误入一个漫长的企图,很难纠正。 而更容易的方法是,选择爱和慈悲,如果你愣于释怀,曾让你受伤的得定局面,就会成为本周的重大突破,在工作方面,有些力量能助你迈出巨大的一步。 从而拥有更高阶的视角,本周有重要的满热出现,把此次满热作为你与月亮交亲的契机,并把它作为你个人的观察者栖息地。 当那远了距离观察自己的生活时,你能看到促成这一颗的宏伟运转机制,它们触发着各种空间的可能性,有很多的可能性,周三的满热有天王星相伴,所以期待这阶是最高阶的指令吧。 但你要知道的一点是,当你更多的位是俗所牵绊的时候,真正的启示是难以出现的,放手那些让你受伤的事物,因为这是能让你尽体自己一直都很完整的唯一方式。 接下来的一周很重要,满热点亮了你最深的欲望,并且毫不含糊地让你看到自己的心在哪儿,在过去的几周,你的世界有如此多的变化,而所有的这些都反射出你内心深处实际的感受。 到了周周,你会能更清楚地看清这一切,你一直在追求的东西,最深的渴望,一直以来,直到最近世界开始向你展示,你离你的目标如此之近时,你才能只想如何可以接近它。 而本周,现在,随着天王星满月事件的来临,闪电击中你,你终于能够看清这么久来你在逃避着什么,对你而言,有什么比说,认清自己心底的欲望各种的事情呢? 这段时间的你感到杂乱,脱节,或许一阵子还觉得心烦意乱,但重要的是,意识到这种体验对你而言很必要,因为处女做就是知道怎样把一切恢复原状,如果不是这样时不时地就经历一次从混乱恢复瓶颈,你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大师,本周,真想一个一个被尝试揭露,你正编辑而产生很多领悟, 如果你始终关注于自身,关注于度过这些混乱的你是如何强大,就会很容易看到这些领悟,而现在你不能做的事,执着于自身的恐惧和没有的东西,你什么也不缺,不要往这个方向想,关注的重心转移到自身卓越的天赋合计呢? 你就充分准备好,迎接伟大启示了,从未有过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刻,要你充分利用观察者的栖息地了,现在有两道光之桥,这些观察者的栖息地,是由五地行星的行星即兴所构成的,与你的关系有为密切,你是否理解它们或者了解它们意味着什么, 这并不重要,知道它们的存在,是为了让你上前去,并开始从那里观察自己的生活,这才是现在重要的事情,在最近这段时间里,没有行动就谈不上理解,采取行动,或者宁可保持原状,这些都必然先于领悟而出现,决定要自己了解那些你尚且不了解的事情, 会限制你的精力体验,让你渗弱自己,这么说你明白了吗?很少有比本周更重要的一周,只需相信重要的真理会被实现即可,敞开先非接受这一点,你用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扮演小角色,从根本上讲,你不愿面对自己的力量,担心这个世界对此难以招架,一段时间以来,你也知道这种想法是错的, 它使你由于退缩了太久,如果你还未知晓,请好好审视一番,本周,你会意识到一条全新的道路,去接近自身可观的实力,也即认识到你是由爱的力量所构成,爱比之操纵控制的权力更易让人欣然领受,权力会腐朽,如果你愿意正视自身的恐惧,你会发现这是你最大的担忧之一,当你的心与所做的事情融为一体, 就能将最伟大的力量淡入其中,本周在上周的能量和下周的能量之间,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乘上起下的作用,你已经意识到,确实,你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,不论是对你来说,还是对你爱的人们,而这些改变正在转变你生活的发展事态,既来之则安之,不要质疑,质疑会让一切发展都慢下来。 相反,你要驾驭,进入你生活中的这股浪潮,相信它正带你走向更加有意义,让你更满足的地方,在这个地方,你会记得真实的你是谁,这些改变族意让你将就有的疑惑和恐惧抛在身后,全新的篇章正在开启,到了年底时,你会清晰的感受到它已全然展开, 你如此努力,你值得拥有,毫无疑问,发生了很多事,在你生命中所发生的是比你认为更要重要的多,因为它和大局有着非常多的交互,其中很多还不起眼,但也本不该。 你的工作就是可守日常工作,做好你接到的所有事,有一天,可能下周可能明年,你将明白你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,重要的是知道你有多重要,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大局没有让你分心。 是的,有些难吧,但如果你做不到,没人能,就用你身处置的非常需要你的觉察来让自己满足,便认出你生活中最显著的那些地方,专注其上。 你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,自己会在一个宏大的事件中,满眼着怎样的角色,你可能想在周三买月到来之前,好好思考这个问题,最重要的不是要清楚得认识到现在你要做什么,而是应该知道,现在你处于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,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,北周发生的事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, 而你将对这一切起着关键的作用,明白这一点之后,就要谨慎考虑自己的立场可能拥有更深远的重要性了。 你不会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,知道的也不会比任何人多,但你会因他人账唤钱去劫囚,你需要做好准备,你需要自愿做这件事,你已经盯着面前所有的选择,看了有一段时间了, 你知道如果必须做出选择,自己会选哪条路吗?目前,这世界上的每个双鱼座伺乎,都在经历某种生前,旨在帮助你进入到自己的核心,你注定要承认身上带着的伤痛,完全艰难那些痛楚,并且铭记,你一直以来都是完整的,这个过程并不舒服,但如果你接受这些不适, 让这一过程自然发生,就会有奇迹,在最艰难的时刻,迸发出某种顿悟,并永久改变自身观念,就在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,人生奖励出现了,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。 而本周就是这样的时刻,准备好脱胎换骨了吗?无论你信或不信都是一样,想要获得这样的体验,唯一的要求就是,你愿意去接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